你们的海上老司机爬墙专业户板蜜匠 习大普奔奔走相告 奶奶的摇椅啊 哼 少女的王座 它终于生出来了 这里是板蜜匠从医院前线发来的报道 本次生产 顺产了六个男孩 霸道与温柔 腹黑与纯情 少年与正态 高棱与奶狗 一切属性 应有尽容 这些看似是以优标辟的标签 在少王里却被演绎出了传新的角度 在女主一步步踏上七国王座的旅途中 各种禁忌的爱恋 机智的冲突 实在是令我这个老司机欲罢不能 提问各位屏幕前的淑女们 少女的王座里 你最喜欢哪个男人呢 请把你的答案打在宫庭上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本期男主人设鉴赏大会正式开始 友情提示 本视频包含轻微剧透 请酌情观看哦 病若赴黑维谷科 亚历克斯 在我见到亚历克斯的第一眼 我直接发出了不懈的嘻声 就这 就这 原来就是个愚蠢的哦兜兜 然而在我走过亚历克斯剧情之后 想 真想 小丑竟是我自己 病若养成维谷科 而且这小正台骗子 还有两副面孔呢 年下姐弟什么的 实在太戳我X屁了 亚历克斯 这位来历不明又体弱多病的王子 早已习惯了周围人对他逐渐失去耐心 逐渐放弃对他的期望 也因此 对于一直温柔耐心照顾他的姐姐 也就是你 逐渐产生了极强的依赖心 和占有欲 和姐姐长期相处的亚历克斯 深深知道 要如何扮演一个活泼可爱的弟弟 来换取姐姐的关系 然而 真实的他 真的像他看起来这么纯良天真 不按事事吗 当他逐渐察觉到 自己与所谓的姐姐并没有血缘关系 当他逐渐发现 自己对你的依赖已经开始变质 当他已不再满足于弟弟的身份 而是想要作为一个男人 隔着其他人对你的觊觎 将你彻底独占 面对他表面唇凉 看似无心 实际有益的撩拨 和步步紧闭的攻势 你还能把持得住吗 当他对你的战友欲膨胀到极致 甚至想要把你关在小黑屋里 日夜温存 你还能招架得住吗 床下小奶狗 床上小狼狗 这样的偶逗逗 请给我来一打 残酷天使的行动纲领 乌烈尔 白毛 金毛 高冷美人 仅仅这三条 难道不足以成为我爬墙乌烈尔的理由吗 更不必说 这个男人激发了我身为老色妻的最恶劣的劣根性 那就是独神的欲望 乌烈尔对于神与教廷的绝对忠诚 不尽人情的执行手段 以及高超的击杀技能 使得他成为了教廷的猎犬 教皇最锋利的刀 为了能够绝对客观地对任何人执行命令 乌烈尔放弃了所有的感情 彻底将自己变成了教廷的杀戮工具 然而所谓独神的欲望 就是要看忠贞无二的信徒 被彻底粉碎信仰 无情无欲的残酷天使 深陷欲望的沼泽 本应将全部身心都奉献给神之人 却最无可赦地爱上了你 他只能向你一个人寻求救赎 却不可避免地越陷越深 这是一段亵渎了神灵的情感 这是一份贝德的爱 然而老色匹的六字真言 就是越禁忌越刺激 为纯洁的高冷美人染上颜色 这是我们老色匹义不容辞的使命 温柔而克制的守护者 阿尔贝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生与死的距离 不是天隔一方 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守护是歧视的使命 规则是歧视的信条 阶级是对歧视的质固 对于温柔而善良的阿尔贝 最残酷的惩罚 莫过于一直贯彻着遵循规则 严守条律的歧视之道的他 却触犯了对于歧视而言 最为最不可恕的境界 他爱上了自己 从小到大守护的公主 爱上了一个 他不被允许爱上的人 追随公主的影子 永远只能在公主身后 守护公主的利剑 不应拥有自己的意志 又何况他只是他人眼中 身份卑贱的私生子 职责和身份 是两道牢牢束缚 阿尔贝的枷锁 使他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矛盾 和自责之中 在阿尔贝心中 自己对公主的心意 和自己的出身 都是对公主身份的电影 他永远只能将 这份深层的爱意 生埋在温柔的眼神之后 能够作为骑士长 守护在公主身边 已然是此生最大的幸运 你品 你细品 这可不就是经典男二又迅然 对于这种 对你百依百顺 无限纵容的男孩子 一边调戏他 一边看他不断克制自己 不能越界 被你撩拨得满面通红 欲吟还剧的样子 难道不会让你心仰难耐吗 牵个小手都会害羞的阿尔贝 如果对他做更加过分的事情 看他在骑士的铁绿和情欲的漩涡之间 痛苦挣扎 最终被情欲彻底吞噬的模样 难道不让人兴奋吗 时空中的神秘人 维吉尔 我曾经多次强调 我这个人相当专一 从许默到默毅 从斯兰到安哥 从真岛到维吉尔 我的喜好从未改变 唉 我都要被我的专情深深地打动了 在我看到维吉尔的单线眼镜时 我就知道 这个男人绝对也是个衣冠禽兽 斯文败类 胜得我心 胜合我意 维吉尔是谁 他是哈伯瑞格的皇家科学顾问 一个智商无比性感 轻易就能让人脸红心跳的男人 他那看似无边无际的学识 和永远滴水不漏的谈吐 他那无人所知的过去 和似有若无的疏离 都让人想要撕开他身上那层神秘的面纱 一探究竟 看清他眼底对于这个世界淡淡的讽刺 而你是这个在他眼中已经无可救药的世界里的唯一例外 无论经历多少轮回 他永远都会回到你身边 直至世界尽头 直至万物毁灭 维吉尔最古的一点 在于看着这个永远对于一切都有刃有余的男人 却会因为你失去他最引以为傲的冷静 在于看着这个永远清醒的男人 却会因为你甘愿沉沦走向毁灭 你是否愿意在这座名为时间的迷宫里 与他共同谱写这一只冷静与疯狂交错 光明与黑暗颠倒的舞曲呢 桀骜不驯的孤英 德威特 霸总 往往都是英语游戏中高人气角色 就像链鱼里的老李 未定理的左然一样 而在少王里 霸总非德威特莫属 作为兰德福尔克王国的现任国王 德威特因为其在治国和军事方面的绝顶天赋 人称白色战衣 为了摒弃那些尊崇魔法 并且以此为荣的保守贵族的教条 为了继承在改革之路上 壮烈牺牲的双亲的遗志 年仅15岁的德威特 使用了铁血手腕 平定了持续多年的内乱 大批启用平民科学家以及政治家 用科技和军事 让自己的国家 一跃成为实力最强的三大国家之一 这样一个从来不掩饰自己野心的男人 一旦有其看上的猎物 便会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捕获 比如你 然而在政治和军事上 在王者段位的他 却是爱情的战场上的青铜 极强的自尊心和征服欲 让他只能用毒蛇来掩盖他对你的爱意 让如此强大而霸道 别扭又高傲的男人 在你面前抵下他那高贵的头颅 让如此桀骜不逊的男人 甘愿被你驯服 光是想想 我就能原地写出八百万字爽文 原来霸总这个角色最深层的魅力 就在于将霸总征服 当霸总的霸总 完美面具下的残缺 爱德里安 黄太子爱德里安的长相 实在是他爱戳我的XP了 他那闪烁着宝石般光泽的异色眼眸 仿佛引诱你沦陷的咒语 他那唇下的一点 宛若勾引你一清方泽的邀请 然而成为一个有深度的老色皮 我缠的当然不仅仅是男人的美色 爱德里安无论从外貌 天资还是风度上都无可挑剔 他是他人眼中完美无缺的皇位继承人 也是最符合少女对于童话中王子幻想的人 轻易就能让人沉浸在他特意编织的美梦之中 然而光明的表象只是为了掩盖黑暗 完美的伪装只是因为内心残缺 在表面的风光之下 爱德里安一直承受着来自父母冷漠无情的对待 在父亲眼中 他只是无用的垃圾 在母亲眼中 他只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 在这庞大而又冰冷的皇宫里 他甚至就连哭泣的权力都被剥夺 他曾有多么卑微地奢索过温情与关怀 就有多么的失落与悲伤 而你的存在 就像寒冷的冬季中 唯一能为他带来温暖的太阳 也只有在拥你入怀的短暂片刻 他才能展露自己的脆弱与无措 为了守住他手心最后的光芒 他宁愿自己跌入深渊 哪怕被父母剥夺自由 也在所不惜 面对这样一个等待你救赎的男人 你还在犹豫些什么呢 一个不会爬墙的海王 不是专业的老司机 我是板鲁匠 哪里有小哥哥 哪里就有我 欢迎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